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通过网络我看到的群众就是都在聊白百合嘛 那么那么的不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我们也要不得不对吧 那白百合是女的嘛所以你是深入群众的女儿嘛 不他老公是男的 还有孩子呢 对对要谈就一起谈 我都没办法谈他因为这三个字啊我发不了音 连广东话都很难发音 我们想要先听一遍 先讲粤语 八八火 那个音很难读啊 对普通话更难读了 白百合 很好啊 所以要读得很慢啊 所以我都简单叫她B小姐 AB的B小姐白嘛 白是啥 所以我们谈B小姐 你们两位就是一个这是香港是狗仔文化的一个大本营 台湾呢 小本营啊 小本营对 你们这个隔岸观火 你们看这个这个大陆的这种话题 跟跟我们大陆网有会有什么不同的观感吗 我觉得应该也都差不多吧 我觉得看八卦的时候 因为八卦是那个五远福建 没有那个差异性的 我觉得都大家看的也都差不多吧 就是比如说还没有第二波没有出来的时候 大家想是不是带了小狼狗啊 有没有带绿帽啊 第二波之后啊 那他到底赚多少钱啊 有没有这个商业利益啊等等等等 其实看的也 如果看热闹也就看这些 我觉得 在这个议题上面 两岸三地都是相当的统一的 因为我一看就是两波一起看 第一波的小狼狗我兴趣不大 后来我作为一个父亲 最感兴趣他两边发布声明那个部分 那我就觉得他们错判 判断错误 因为他们两个都不约而同心说 其实已经离婚了 对吧 两年前 然后为了保持那什么什么 孩子的名义 对 那小孩的 为了小孩 然后没有对外公布 我对这个部分最感兴趣 他说保持一个完整的家庭 给小孩的童年 因为我经常觉得 这个第一个 名人是没有不公布的权利的 风险太大 因为除非你不公布 你离婚之后 你完全单身 独身生活 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交往朋友 交往小两狗 小妹妹什么 那你知道你被人家拍到了 现在全民狗仔队 哪里是我们呢 香港 台湾的 每个人拿着手机都是狗仔队 那你一定会被爆出来的 那你爆出来的时候 你不管对小孩 还是对你的伤害 不是很大吗 所以当你两年前去离婚的时候 你就不能错误判断 他们就错误判断 觉得说可以为了保护小孩 然后不公布 其实呢 那你知道被爆出来 今天不爆 明年爆 明年不爆 后年爆 然后结果呢 一定更massy 一塌糊涂 对小孩伤害更大 所以假如你再要保护小孩呢 当时就应该好好的说明 好好对外说明 对里面对小孩说明 那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我觉得这太困难了 对于家长来说 首先呢 有调查说 在中国30对父母当中 遇到这件事 有28对会采取 跟白白和他们一家人采取的一样 就是不告诉小孩 或者说一家人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也 遵循了他们觉得应该对的事情 当然对或不对 真的有各方不同的说法 还有我觉得 就像就是 你说如果说 他在两年前 他们坐下来 召开记者会 不好意思我们俩玩不下去 我们现在就要离婚 我并不觉得现在 就是也会对 就是这样子会 纷扰就会结束 因为呢 媒体都是嗜血的 他们俩只要宣布这一天 大家就开始猜说 是谁先 是不是有第三者 是不是有哪里 然后就开始各种的捕风 不会 它只不过是 两年前先发生 或现在才发生 只不过 现在多了一个插曲出来 其实我现在到感觉 就是说 过去咱们总是觉得 好像说这个网络 包括很多民意 往往就是在婚姻问题上 好像太保守 动不动就对人家做 这个道德审判 你有什么资格 站在道德高地上等等 可是我现在发现 你不能拿老眼光 看人民群众 真的 就是说 同样都是很多民意的反应 人者越之以成人 这个银者越之以成银 就像看金平梅一样 胜者越之以成胜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看我现在慢慢看到 跟早些年的那个不一样 现在的人 大家这个话里话外感觉 对于什么夫妻感情不和 对于这个什么 甚至对于出轨 我认为大家的反应容忍程度都大多了 就是大家的胃口 对这种事实际胃口都宽了 这么就是说 这可以理解 反而往往较劲在一个什么问题上呢 这个钱的问题上 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有时候谈这个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啊 你要不要 要不要与时俱进 变化自己 因为你看 我经常想起什么 纳英老师当年唱的一个歌 就是在干咱们这行的 经常有这个困惑 就是说什么 姐我姐我一双灰眼吧 让我把这分脑什么看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这几年来 我很大的一个困扰和这个内疚啊 做这个节目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看不清这个社会 真的 我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啊 我只有用谋生才能解释我的工作的不罪感 就因为我觉得我在说什么 你说的话是要有报应的 可是 我说实在话 在今天人手 每人都是一个信息终端的情况下 我要跟观众说的就是说 我的资讯环境和你一样啊 我一点也不比你见识更高 这个事情 往往今天说了 明天新闻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对 对吧 容易翻盘 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何以自处 你每天在这造口验 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 那么 同样包括这个 比如说 我们说要明辨是非 哎 明辨是非的前提是你有标准 对吧 何以是何以非 你有个标准 很多年前我以为我是有标准的 可是这些年这个社会的这个复杂之程度 我觉得他们教给我一个词啊 叫做护肾 就是今天没有海燕和清了 今天没有这个黑白分明了 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渗透在一起 就是护肾 于是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以为新闻是新闻 广告是广告 但是现在你需要很精微的去分辨 新闻当中有多少广告 广告当中有多少真实的信息 对吧 同样过去 我很多年前我以为 别人的婚姻是别人的家事 有什么理由告诉你呢 就甭管什么明星不明平 宪法面前人人平等 对吧 但是呢 我到现在就又不得不承认 或者说咱不要随便说人家是道德什么好还是坏 对吧 但是现在我又不得不承认 比如说某些像前些年出现的一些新闻 你香港 香港的某些明星工业 你这个造星工业 你本身你就有诈骗之事啊 你弄出一个什么偶像 你这个偶像在表演处女 他不是处女 可是你表演处女 你是拿这个卖钱 对 这个事情又让我觉得 很难去分辨 你知道吗 就就比如说大家觉得 我觉得什么离婚出轨 要照我的世界观去 他的吗 那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问题就在于人家又挑眼了 说哎 那是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呢 那如果说 他的夫妻俩 你这个夫妻俩一块接的广告 对 这个事怎么算 那算不算拿为 就今天的艺人似乎还承担着一个 给大家保证我们是模范夫妻 你单纯保证这个 我认为也很实的敬佩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里边还有金钱的成分 实际没问题的 但你要换个角度想 你想说他们也算是另外的一种 这个模范夫妻 就说分手之后 该合作赚钱的 该一起赚 我们还是一样共同的努力啊 对吧 你另一方面说 就是说从人夫妻角度讲 我为了保护孩子 就像伟杰刚才说的 我保护孩子 我不愿意让外界知道 这个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离婚 对吧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那有人说了 说那你们这个公开什么秀恩爱啊 怎么怎么着 但是问题是 如果不公开秀恩爱 孩子就知道了 对于明星来说 社会知道了 孩子就知道了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做 因为他们如果不秀恩爱 大家就一直说 你们是不是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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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谈对方 为什么不谈 他也满也满不了 那他除了秀恩爱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其实我觉得回到这位 我觉得是找不到一个 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会让伤害变小 在各方 你知道这就像是 那个我们的一些 这个朋友 就讲到今天这个社会 婚姻之困境啊 人性婚姻 种种困境的时候 我们这个上穷必落 下黄泉是吧 找到了这个 从雷锋到西门庆 类型的众多的例子 当我们深入了解了 他们的故事之后 最后 哥几个最后研究的结论 就是没办法 这是个 这个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 我们生活中 没有见到一个 解决的好的 因为我的看法 刚相反 我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 我觉得不是刚 刚好不是说有困境 而是可能性越来越多 可是你要懂得 你要有不同的选择 选择的风险是什么 代价是什么 所以回到文涛 刚说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看不清楚 难以判断 没有标准 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其实社会最怕是什么 以为特别讲权的 不管是真的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 话语权利的人 总是觉得 这只有一个标准 我说了算 这不是叫标准 我说黑是黑 白是白 我觉得这才恐怖了 大家不管是网民也好 我说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 我说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 我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当我考虑我夫妻出来 或者说离婚夫妻出来 以恩爱形象赚钱 我考虑的是经济的关系 当我考虑对着小孩 或者说对着大家两方面的爸妈 我是另外一种考虑 我觉得这样不是更美好吗 有不同的可能性吗 这唯一就怕什么 怕你自己误判 所以我还是觉得误判 既然说什么样的环境都是困难的 那你觉得说你要懂得判断 你是名人 所以我刚刚的关键是说 你们是名人 除非你离婚之后 你不去跟男朋友女朋友约会 不然你一定会被抓到的 那时候不是说你欺骗 欺骗观众 欺骗小孩 你的代价就来了 可是当时反正早晚是被人家问的 你当时就这样来处理了 那以后的代价风险就会降低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更美好的 你的感慨其实应该感觉快乐 这是中原化社会的声音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是中原化社会的声音 所以我在微博上听咱们这个观众说 说有个对我的那个评价 他们很流行 说我叫什么来着 叫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情色小主播 其实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啊 太高抬我了 这个是我不接受的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想到一种可能性啊 他可能是真的糊涂 你知道相比之下啊 我倒愿意接受另一个人说的 就是说啊 我就是我这个工作啊 就属于专业抛砖二十年 十九年吧 你看这个里边 我觉得这个意思我很愿意接受 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看法就是砖法 是一文不值 但是呢 我是抛出这个砖呢 引出嘉宾和观众的这个提供大家思考的这个议论 你说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我这个造口验的负罪感 因为真的 我觉得今天社会陷入到一个他们讲 什么后现代啊 什么词我不知道 就是说啊 没有 你没有标准去衡量一个 一个东西 你的任何话 如果是冥冥之中 如果你相信因果报应的话啊 我都不敢随便下说 对吧 也不敢随便说人好 也不敢随便说人不好 所以我就让别人说 对吧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抛个砖 就是我们这个小编 对吧 我们这有一个小编 有一个90后的一个一个大学生女孩子 我倒想问问 我说这个事你怎么看呢 你的同学们怎么看呢 你看他还说了这么一段 一个就是说 就是明星的这个分手的原因呢 可能很复杂 具体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对吧 旁人只是按自己的猜测去编故事 这是名人的代价 和观众的本能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呢 首先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全千里 尤其在网络时代 任何明星的绯闻八卦 都能成为头条 现在的网络环境很市井 生活无趣 精神匮乏的人大把 很多人很年轻 就已经有颗大妈心了 这个词 你也有大妈心 大妈心 网络是窥探别人生活的好去处 然后呢 你看还有一点说 离婚出轨 小三渣男 这些字眼变得很敏感 可能也跟现代人缺乏安全感 感情不稳固 有关 好 最引起争议的一点是 他们早在2015年协议离婚 为什么到现在才发声明 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孩子 我觉得很合理 你看现在这个90后的思想 这我觉得够狠的 就是说 哪怕还有其他原因 也是应该 他们肯定想好了 对自己对家庭最好的方案 但很多人不能接受为了利益 隐瞒离婚 你瞧我们的小姑娘说 为了利益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是其中有两个点 也许有人不能接受 夫妻是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 但是本来婚姻关系除了感情 就还有别的因素 甚至别的因素也可能维持 婚姻关系的主导 韩剧和鸡汤文看多了 忽略了感情和关系的复杂 对想象中的人过于理想化 所以CP概念很流行 这个第二是有人翻出 他们2016年还在秀恩爱 吃瓜群众不能忍受欺骗 因为现实生活中 谎言太多了 他说你看从个人来讲 人不会放过一个做上帝的机会 站在道德高地 能让自我感觉良好 王大点说 恰恰是因为社会有太多规则 是模糊的 法律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也模糊 所以格外重视道德 自己划线 非黑即白 你们看这小姑娘 她的观点你同意吗 她的观点就是 我说多元化的观点 他们自己会判断 衡量风险跟利益 或是说那个姑娘说什么 为了利益来协议离婚 或者说之后才公布 或者说秀恩爱 那有什么问题呢 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在于说 你刚说 还是有些人不能忍受 他们那个假装 为了利益 秀恩爱等等 我觉得有时候看这种八卦 不是不能忍受 因为不能忍受 好像我受到伤害了 真的生气 我总是觉得那种生气是假的 其实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等于我们看到别人 跌了一跤一样 你露出马脚了 我说看到文涛 你裤挡 拉链没拉 OK 但我屁事 我干嘛不能忍受 我也不会觉得 你露出你的JJ是不道德 可是我觉得好笑 我看人家出糗 那网络是一个那么方便的平台 让我们看到别人出糗的时候 我们给我们生活一点快感 而且同时呢 每一次我们看别人出了丑的时候 我们心中暗示 幸好我还没有出糗 幸好我的其他种种的 可能会被人家取笑的事情 我的小秘密还在我的这里 对啊 那就那种简单来说 用普通话来说 幸灾乐祸 乐祸不一定是说 我希望看着你惨 而是说因为我觉得看着你出糗 我觉得我安全 我还没有出糗 所以我觉得就听下去 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今天的这个明星八卦呀 在我眼里就是这个时代的样本戏 你看样本戏 你就看吧 你就看吧 其实很多啊 你看咱们也没有别的婚姻教育 我觉得就跟看电视剧一样 从这个里面呢 得到自己的得失 我老公出轨怎么办呢 对 我觉得这点是受伤 这个我老婆出轨怎么办呢 或者说 即便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小编辑讲的 我觉得你可以推广来看 有多少个领导干部 他在维持着一个形式上的婚姻 他为了什么呢 他为了他政治上的利益 对吗 一离婚 有多少公司当年创业的这个男女老总 你知道吗 不敢轻言离婚 对 或者隐瞒婚姻状况 因为股市就会出现波动 没错 当然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比他们明星的这个就显得更高尚一点 或者更好一点呢 我觉得并没有 其实我觉得都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去做一个考量 无论说这是他们的股价 还是他们代言的公司的股价 因为他也要承受说 我如果破了 就比如说我拆散了我们的恩爱的假面之后 那我代言公司知道我求偿 我有办法承担吗 几亿几亿的求偿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承担啊 那在没有被发现之前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那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吧 演到哪一天可能就真的不能演 但我觉得很好一点 就是说其他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 比如说协议离婚跟真的离婚是一样的吗 比如说这个事情可能要了解清楚 比如说我刚刚说 比如说有百分之 有28队里面的 30队里面有28队 都会选择一样的方式 但是很多的心理学家就告诉你说 孩子不喜欢被隐瞒 那我觉得很多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90后小编可能也会思考说 那如果今天是他 他要选择怎么样去跟孩子讲或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与其是看热闹 我们就觉得 那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就是多学习一下 说如何面对这种事情吧 对假如你用学习两个字 我们作为老师就会提醒你学习要付出代价的 是要什么做功课 比方说你应该现在既然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先准备好 万一万一被爆了一些 你不希望被爆的事情 你要怎么样回应 最好早一点够聪明了 把声明先写好 一出事就出来 我早就跟我太太也讲好了 生活大家总有一些 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 我就早就理好 一句话很简单 一句话可以了 我就说很简单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那等于是说别人闭嘴 假如不管是为了 注意我不一定说为了男女的事情 可能小孩的管教 金钱经济 相处性格 反正这句话很好用了 我免费送给你 以后出了状况就说 谢谢大家关心 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等于是说我觉得快乐 我们觉得这样处理是快乐的 请你们闭嘴 干你屁事 很好用了 也免费送给你 无常使用 这只是捏在你老婆手里 但是我就说这个事 的确真是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它简直是个教科书 你知道真是就是我刚才讲 这个淫者月之以成淫 胜者月之以成胜 现在就出来了 就说这个公关团队 要从这个事情里得到借鉴 说看看人家的公关策略 如何洗白对吧 哎面临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分手的夫妻要看看就是明星夫妻要看看如何应对如何操纵舆论啊如何转移话题然后如何把握时机甚至连这个恋爱的人也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先要感谢他们闹出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人类简史里就说的明白人是这么喜欢故事的一种动物 就是大家你看多么喜欢讲这个这个 而且能把这人呢 咱们这种节目我跟你说 他永远不会过时的 太喜欢聊天了 你知道就是而且人的这个想象力发挥的 你知道我那天看着一个家伙我那天在网上甚至看着一个一个人叫老僧什么的写看日本AV写出了他的这个一个一个论文 我猛一看我以为是李银河老师的论读 你知道 真有准备 哎呦 你知道最后他写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笑喷了 他说老僧禁音辞到20年 他说他现在就已经到了什么境界 就看这个日本AV啊热泪盈眶啊 然后他就感到天地玄黄啊 宇宙洪荒 他楼的其实不是水 他是文学的隐喻你知道吗 将将在演讲广告之后见 我可以再拿别人抛个砖啊 我就不喜欢表态 那个有个叫达摩的 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个叫什么文章啊 我倒觉得他这个最后写两段 有有有有点意思 他就说这个什么 呃 这个 每一种人设 现在就斯文就是你 这个人物设定 对 你在外边每一种人设都应该有一个与之对应 并愿意为之买单的粉设 对吧 比如王飞 他就算离十次婚出十次轨 跑十次调 他的粉丝都说 他就是这样啊 对吧 然后说狗仔进步了 明星进步了 为什么观众偏偏迟迟不肯进步 看看你们身边的同事朋友 多少普通人的婚姻千疮百孔 为什么你竟然还在相信明星的模范婚姻情笔金尖呢 在这件事上 还是书琪老师在被偷拍到与侯孝贤开房之后 说出了真相 你把念出来 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啊 说书琪老师说 没什么在艺人行业 就像幻见山那么平常 然后说 在一个高危行业 出轨是正常的 不出轨是罕见的 不要骂他们 为什么离婚了 还要上电视节目秀恩爱 他们演 全是因为你们要看 反省一下自己吧 你为什么那么爱看娱乐八卦 还不是因为这事通俗易懂 起哄成本低 如果你们成熟到理解明星 就是比普通人更加糟糕的普通人 他们也就不必一路演得那么辛苦了 谢谢你挺多的 是吗 那好玩 那谁好玩 可是他说那个 中间那一半 我觉得来今天重点吧 这个字典 不是 因为我第一次听说 我真不知道 因为我 假如是真的话 完全走掉了这一期 不是 因为假如是真的话 他骂我非常生气 因为老侯明知道我喜欢书琪 对不起哥们 对不起兄弟 我也摸过书琪的背啊 跟我偶像去开房间不找我 你知道吗 讨论剧本 你不要这样吗 现在多少名没拍到 多少讨论剧本去开房间 没有啦 这一位老兄 我猜他是搞错了 以儿传儿 以前呢 以前那个侯小权是被拍到 这是公开了嘛 所以我不是背后说朋友 被拍到跟一个交往好久的女作家 去酒店 也谈剧本 然后那女作家回答非常得体 我忘记是什么 好像也是 得体还是dirty是不一样的 得体 也好像 dirty 肮脏的 现在我就觉得肮脏的 对他的回应好像也是 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所以你是偷他哪一句的吗 我就送给我所有朋友用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搞错了 所以不要挑拨我跟侯小权的 你只是不想接受这个事情而已 对啊 那侯小权出门会不会把 多少男人打他 因为我们的女神 那个年代的女神开房间 所以说你就聊这个 聊到最后就是个dirty 真的 我们又不知道讲教科 是最后边这么dirty 不会这样 没有 这我们就很杀伤 没有 这个认真来看 你知道一个 呃 绯闻留言啊 传出去 这好像风中 播出去的 那么桂 请不含 我 这可能是否有点 这是我们有点 quiero